各位网友大家好 这几天跟那个陕西观众小万呢 我们探讨这个观众话和客家话 其中小万就谈到了这个几时 这个几时的意思就是什么时候 这个在客家话里面 它有两种说法 一个呢是马戒时干 马戒点钟 它的意思是几点 时间点 第一个是奈哈 奈哈的意思就是何时 它是个时间点 那么第一个 马戒 可要发音是马戒 那就是什么的某 是什么的意思 那个戒 它是个戒词护词 那么 第二个就是奈哈 这个普通话法语是奈下 客家话是奈哈 那个奈的话呢 是我们知道是奈何 这两个字有个连在一块 普通话几时 客家话是奈哈 这个哈的话有三个法音 那么奈跟何这个字的话非常密切 通常有说奈何 无奈无可奈何 奈何的意思是怎么办如何 是现在的解析 那么奈在古代有没有和的意思 现在不明确 客家话的发音呢 图了这个奈 这个无奈的奈 还有类似的 奈和哪 所以呢 奈下或者呢 又可以解析是哪下 那么这个哪下的话呢 它就有一个下 就需要再去解析了 这个下 普通话翻译是下 客家的翻译是哈 那么下在古代 它有没有时间的概念 我的答案是有 从清朝的时候 这个下呢 就有点的意思 那么在清朝20年目睹之怪现状 这个书里面 就提到了三下一刻 三下一刻就是3.15分的意思 所以这个下 在这个地方是作为点 3.3下 一刻 一刻就是15分钟 所以在下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 都跟时间有关系的这个名词 比如说 时下 刻下 当下 解下 眼下 日下 还有一下子 这下子 都是跟时间有关的 那么客家话 有几个也说到是跟时间有关的 比如说 喜快就看 北压 苏 就是有读 有快 仗 建筑的这个书呢 提到三下一刻 那么這裡面有下有刻 那么这个克是什么意思呢 那克呢是中国的古代 它最早的计时器陆湖 还有日贵 它里面有克 那么中国最早的这个计时器的话呢 其中一种呢就是水时记陆湖 这个在随制的记载里面就有提到 陆克之治怪水皇帝 这个是古代的这个陆湖 陆湖它又叫铜虎底陆 它有水陆沙陆 用水用沙两种 然后这个水壶的铜怪中央呢 它会插一把铜尺 这个铜尺的话呢 上面有十二时辰就是二十四小时的刻度 所以这个刻刻度 这个就是日贵 也是通过太阳的影子来测量 这个二十四小时 古代叫十二时辰 它上面也是有刻度 所以这个刻 它从这个地方来的 刻这个字呢 在中国古代是有实践的概念 在别宋 苏氏 就是苏东坡 它有一首诗很有名 其中一句话叫春宵一刻值千金 那当时的一刻就等于十四分二十四秒 这个百刻值呢 是中国最古老的 这个使用时间最长的一个即时值 那大约在西游之前的话 古人就把一注业 就是二十四小时 它精分成了这个一百刻 在这个陆湖建馆上呢 刻一百刻 那么一刻就等于十四分二十四秒 那么到了这个清朝 它的一注业呢 就分成九十六刻 一个时辰呢 就是两小时八刻 那么一刻就等于十五分钟 刻是时间单位 那么下呢 这个下代清朝呢 就是一个小时单位 三下一刻 就是三点十五分 那么在清朝之前 下它也有时间的概念 但是具体的时间单位呢 不明确 现在我们可以小决一下子 那么普通话几时 它就什么时候的意思 客家话的话 奈哈 它就是何时的意思 另外一个奈哈 它就是哪个时间的意思 那么一会儿就说 就是哪些这些 就是哪个时间 就等于哪个时间 一会儿 我们下期视频